大专竹联赛男子组公开二级冠军赛 世新大学足球队以1比0打败台湾科技大学 拿下队时首座冠军 在丹麦级教练带领下 足球队培养出足够的团队默契 加上平日球员们利用课余时间努力练习 才能一路过关斩杖最终夺得冠军 更多的心情当下的话是感动 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第一年打这个公开男二级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去年就应该拿到 但是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今年整个阵容跟我们的状态都比较完整 所以其实拿下来是很感动 我觉得没有说什么一定应该要拿下来 而是我们真的表现得很好 所以我们才可以拿下这座冠军 练习就是球队练习时间 然后自己要挪出时间来练习 所以其实还是会花算蛮多时间在试院上 正常来讲我们这年纪差不多要有20个小时吧 一周 这次的成员有替换蛮多的 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努力在拼这个冠军这样 就是平常练球的时候都会 都主要都一起练这样 然后就会 也会多沟通这样 我认为这次最大的差异是 我们成为一组一组 这次我们成为一组一组 我们成为一组一组 在过去的几个季节 我们不太能够活动 但现在大家都在同一项 而且大家都在同一项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 所以我只能说谢谢我的球员 但我也可以说谢谢苏兽兰学院 因为我们都在一起工作 然后我们成为了冠军 由于球员来自不同年级 要利用课与时间聚集在场上练习的时间不多 而足球是相当耗费体能的运动 学校便争取经费打造专业体势能中心 让球员们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加强体能训练 在平日课程中 更结合世心专业的影视学程 培养球队学生体育之外的第二专场 我那时候其实事情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点是 他没有体育系 这才是我最想要的 因为我想要去培养体育以外的第二专场 而且刚好传播跟体育是可以结合的 因为有运动传播嘛 也有体育台 所以这其实是我以后想要走的方向 第一是跟着球队的体系 然后上来世心 然后世心的传播领域也很强 也蛮吸引我个人对传播也蛮有兴趣的 所以选择加入世心 培育他们怎么去做一个赛事的直播 然后他们要去后制 然后他们要去摄影 他们要去上制卡 他们要去当主持人 他们要去当主播 那变成说这些东西可以去跟他的运动 去做结合 然后可能这个之后 他可以去可能去电视台 或是去他的一些体育台 可以去做一些结合 我们有很多各种项目的代表队 然后也是因为这些代表队的努力之下 我们学校有向体育署争取一些经费 大概有1500万左右 所以我们在110学年度 我们有整新我们的体制能中心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重训的器材 全部都换新的 所以说有了这批中心的器材 他其实可以让这些各代表队的选手 他的体能的状况跟调整 可以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然后去应付他未来的竞技的 竞赛里面的一些所需要的一些负荷 除了外籍教练 球队中也有三成是外籍生 除了增添战力 也让本地生与外籍生可以互相交流 而学校培养出优异的球队 也增加外籍生来台就学的吸引力 我想对于本地生来说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我们可以借由外籍生 带入他们在母国所学习到的 各种的技巧以及经验 增进我们在本地生的这些能力 第二个是我们的本地生 也可以借由外籍生的互动 增加他们的国际视野 在未来如果有机会 我们能够进入国际赛事的时候 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准备 对外籍生来说他们当然是希望 今天要到外国来打球 到外国来学习 他们希望总是有些先利可循 所以当然我们这次赢得比赛 对于未来吸纳外籍生 吸引他们加入我们学校 加入我们球队一定是有助力的 过去我们比较偏重的当然是我们的篮球 在现场看了以后我只能说我实心我骄傲 我真的很骄傲我们的学生有这么好的表现 当然学校在足球这一块给的资源 确实可以未来 可以在陆续来把它提升一下 那让我们这个球队 在明年经过挑战组之后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到甲组 那我也希望非常非常期待这一个球队 就又变成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特色 夺下大专足球联赛 男子组公开二级冠军后 球队目标要在明年挑战组夺冠 后年拼上一级舞台 为世心在天体谈荣光 我世心 我骄傲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